阿溜哈 大家好我是HINGYOUHINGYOUHING 打戰爭時間來 好 那今天是我們2月12號的時候 那最後一話 基本上我們的古代兵器這邊的卡石 是來看一下喔 這塊之後呢 我們銀河美少女啦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今天應該會來抽個十一連抽版 反正目前來說 我們罐頭還算是不少喔 所以就回歸到以前的那個 運氣運氣抽我們傳說稀有的時間啦好不好 反正目前來說我們就是 有我們想要的卡石 我們就來抽一次十一連抽 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中到我們傳說稀有喔 那這卡石的話 目前好像 嗯... 欸 我好像已經全部都有了喔 這個八戒阿 我們的那個就是溫蒂阿 還有我們的那個霧鏡跟我們那個雷神3D阿 還有我們卡麗法跟悟空 還有我們的雙掌星 加上我們密石 我好像都已經有了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十一連抽有中一隻傳說稀有 那我們的銀河美少女系列就... 就就畢業了 我的天 哇 真的假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基本上裡面這幾隻角色我都已經有了 上次我們好像有抽到雙掌星啦 所以就直接就是宣告直接畢業喔 這幾隻的話我們基本上都已經抽到過了 然後密石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那這個系列的話我抽到最多隻的 大概就是我們的那個... 風神溫蒂了喔 風神溫蒂的話我記得我好像家世吧 所以目前來說我們最終的目標就是這一隻好不好喔 學員會長 移動速度快也千居攻擊力高與攻擊力數多的角色喔 給予紅色與漂浮敵人極度傷害 唉唷 那如果我們今天抽到這隻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他去打我們昨天沒有打贏的那個臉哥 再加上我們那個噴噴老師的關卡耶 可是我覺得應該經濟會不夠啦 所以到時候再看喔 看一下會怎麼樣 進化之後的話移動速度快也千居攻擊力高與攻擊力數多的角色喔 給予紅色敵人與漂浮敵人極度的傷害 所以就是一個那個三維提升吧 哇 是個妹子 我們就給他抽起來吧 11連抽 來看一下有沒有喔 反正我們現在就無心流嘛 我們罐頭很多啊 沒差啦 好 第一隻是我們的卵捉貓 卵捉貓的話呢就還不錯 是我們章魚狐貓的前身喔 那這隻的話你只要拿到 你就可以拿到我們龍捲風貓貓 因為你就可以拿他去打我們那個緊急暴風警報 是完全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第二隻 好 是我們的車輪貓 那基本上我是覺得啦 如果沒有中傳說稀有的話 希望最後一隻或是裡面的話 也有中一隻超級稀有的話 應該運氣就會很不錯 車輪貓 再來下一隻 好 是我們的魔劍士哥哥 那後來我思考了一下 我覺得那個就是臉哥跟那個噴噴老師那個關卡的話 一開始應該要先用我們的輸出 先把我們那個臉哥給打掉 所以待會的話我們會用我們魔劍士哥哥來去 罐罐看 看一下那邊把他給打掉 因為一開始用我們的那個蘋果貓感覺好像 這樣真的沒辦法撐太久啦 然後後面的話噴噴老師又來得很快喔 再來第四隻 好 是我們的拉麵王 拉麵王這邊的話就是一隻天使敵人坦克 這隻已經不用再介紹了 很多人都知道了 再來下一隻 好 是我們的貓咪陰陽師 陰陽師貓貓沒有問題 好 歡迎 下一隻 好 是我們的高橋貓喔 踩高橋貓貓 這個的話也是熟面孔啦 下一隻 好 是我們的格鬥貓 欸 新面孔 但是他的攻擊姿勢的話還蠻可愛的 就是一個三連擊喔 再來下一隻 是我們的雙掌心妹妹喔 還不錯 那這樣的話還算是蠻賺的 因為直接衝到我們雙掌心的好不好 那算是賺 因為我們是在一個沒有超級稀有的狀態下去抽的 還算是可以喔 下一隻 好 是我們的這個 探測器 這是我們的地底戰隊喔 已經全部抽完了 沒有問題 下一隻 真的假的啦 喂 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等一下 哇哇哇 哇 哇 不是 什麼 我剛剛看到了什麼 我有看錯嗎 欸 欸我們 我們中了 我想說中了一隻小 那個雙掌心就不會有了 結果 欸真的欸 聖女貓會長真的欸 哇塞 我的天 哇先把他練起來 太爽了吧 欸我們的 我們的銀河美少女系列是真的畢業了好不好 已經全部系列的角色都抽完了 完全沒有 太扯了吧 我想說我看到那個雙掌心 我就已經沒有什麼機會了 結果沒想到 竟然中了 聖女貓會長 哈哈哈哈 太爽了吧 我們這邊要說到的是我們聖女貓會長 貞德喔 因你迷失的電腦學員們的高階學生會長 從一四元中揮槍走向神機之路 給予紅色女飄浮迪人極度的傷害喔 這次的話如果待會能夠上場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很不錯 所以 待會的話我們應該就是先努力的讓那個 魔劍士格看一下能不能先打出一些傷害這樣子喔 OK 升到二階段之後呢他就會從四四元轉學來的暗地學生會長喔 志願受懲罰的男學生數眾多 跟於紅色與敵人極度的傷害 遠攻距離角色喔 還算不錯 哇塞 是假的啦 太爽了吧 我們今天真的運氣好像還不錯喔 沒關係我們這邊就剛好可以測試一下 因為 昨天剛剛打的這個櫻桃島的至尊賢者 裡面有一隻紅色點哥再加上我們的噴噴老師 所以這個關卡的話我覺得應該一開始要先用我們的輸出先把他給灌掉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所以我們這邊先帶上我們的魔劍士格格 哇我不是在做夢吧 太爽了吧 之前一直抽都抽不到 果然你知道嗎 五星流才是最強的啦 你都不要去想有沒有 你就抽得到 我剛剛想說應該沒機會了 至少出了一隻雙掌心了 結果居然你就出現了 我的天太厲害了好不好 那魔鏡來說的話我們先換一下 魔劍士格格在哪裡 魔劍士格格快點快點我們需要你的輸出 那白霧荷應該可以換下來了 然後再換一下我們剛剛那隻好不好 那漂浮敵人大傷害跟紅色敵人大傷害的 哈哈哈哈 太爽鳥各位 太爽鳥 聖女學生會長喔 好沒有問題 這邊的話我覺得這樣的話應該可以來試看 這個 章魚虎貓應該可以換成那個 人魚貓嘛 攝影貓貓 攝影師貓貓應該還算是不錯 先看一下能不能擋住喔 因為一開始的話呢就是 你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啦 所以要看一下能不能就是用那個 魔劍士格格來把我們就是 紅色的臉哥先給他除掉 如果能夠除掉的話應該就會比較 好打一點點喔 好這邊的話我們先疊一下盾牌 然後魔劍士格格 大力輸出快打掉拜託 快銷爆他們魔劍士格格 銷爆他們快銷快銷 銷死一隻就可以了 你只要銷死一隻我們的 攻勢就大功到成了好不好 快銷快銷 感覺好像銷不死欸 對啊感覺好像銷不太死欸 目前一定要銷死才可以 真的是銷不死 完了我的天我的天尷尬尷尬 欸可以可以可以 快快剩學生會長 學生會長 出來 就是 欸欸欸欸 看來看來可能 我覺得應該要疊別隻 你學生會長應該要在後面一點點 我們這邊想一下喔 班長貓跟八戒應該是可以出來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覺得 一開始用魔劍士格格是 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可以先用魔劍士格格 然後盾牌先砲前面一點點 好 然後這樣出去 加油啊 銷爆他們 然後待會的話繼續疊我們的攝影師貓貓 我覺得一開始錢真的很不夠欸 如果待會打不贏的話 就是要開個MAX會比較OK一點點 都銷起來都銷起來好不好 我們需要更多的錢財 再把他們銷爆 剛銷爆完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是可以直接出一隻大隻的啦 欸 可以出好多隻大隻的喔 好 八戒先出來 這次應該穩了 這次應該蠻穩的 然後 聖女會長 喔 真的 超帥的 我的天 哇哇哇 超帥的 哇 嘿嘿嘿 好爽啊各位 好爽啊 怎麼 怎麼會讓我 抽到 傳說西偶呢 哇好棒 而且他的攻擊速度真的很快 而且 一直在晃欸 我的天啊 這個是一直在晃欸 好棒好棒好棒 欸真的好開心喔 這邊的話基本上直接沒問題 但這關的最重點就是呢 你基本上你是要用那個 魔劍士哥哥啦 用魔劍士哥哥來打基本上是很OK的喔 欸欸欸欸 欸欸欸 賣腦喔 欸 我們不是給紅色敵人跟 跳舞敵人大傷害的嗎 欸 加油啊 我們這邊還有班長貓可以打一個暫停 應該不 喔喔爆開啦 真的假的 哈哈哈哈 欸不要鬧欸 不用鬧欸 我想說我們可以贏的 你不要鬧喔 我們趕快 小圓小圓 小圓 欸小圓 呃拜託 呃緩速緩速 nice 哇好險喔 快點就要爆開了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欸這幾隻噴噴老師怎麼 哪那麼硬啊 是不是 是不是有做什麼 打了生或吃了藥啊 真的欸 怎麼好像有點強 欸不是啊 欸不是 怎麼是不是要爆開了 不是 這噴噴老師 怎麼有點強 欸不要鬧了啦 餵書啊 喂 不是 天使暴是哪一個 哇 完了完了完了 欸不是 欸有有有 死一隻死一隻了 死一隻有 有機會有機會 快快快快快 有有有 該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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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該死了該死了 八階別死了喔 不是你喔 我是說噴噴老師該死了 欸 翻長貓 給力一點 不是不是 喔可以可以可以 我想說我是不是帶到三階 然後他只能暈古代 敵人不能暈漂浮 應該沒這回事吧 加油啊 可以可以可以 噴死他們噴死他們 噴噴老師被噴死 沒有問題的好不好 沒毛病 哇塞哇塞哇塞我的天 我的天我的天 欸不是不是不是 是不是太強了點 快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 晃起來晃起來 晃起來 放給大家看 晃起來晃起來 快快快你剛剛已經打到超多極度傷害的啊 為什麼打不死噴噴老師 還是噴噴老師是一般敵人 不是吧 他是漂浮的啊 哇 這個噴噴老師真的厲害了 這要打好久喔 哇 學真會長 好漂亮喔 我的天啊 我怎麼今天 拿我的好運啊 我的天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了 喔真的好棒喔 大家 真的好棒喔 不過感覺起來剛剛 還是因為這關的噴噴老師有加持啊 因為感覺打了很多下好像都打不死他們 我覺得這個 因為他是給極度的傷害 所以應該是很不錯的感覺 還是其實他沒有打到啊 可以吧 有啊還是打得到啊 兩下直接死亡沒問題 哇 太棒了 而且他的衝擊速度真的是很快的那一種喔 而且 好正喔 身材又好好喔 我的天啊 今天真的是一個 一個大喜之欸 我們的銀河美少女 真的是直接畢業欸 我想說 抽到 抽到雙掌心我們就會掰掰了 結果沒想到居然 還可以抽到我們的聖位掌啊 哇 我會不會被燒啊 我覺得最近還是 燒點出門會比較好 我覺得 好啦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就是哲平這一次畢業 真的很扯的話 可以幫影片點個喜歡囉 可以幫影片點個喜歡囉 可以幫影片到十點鐘 我是二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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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認真